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俄罗斯方面呢 对蒂尼伯比特罗斯克地区的克里沃罗格 大家看看地图上在这 克里沃罗格 那么当地的一家军工企业 俄罗斯方面呢 发现物军的很多在顿巴斯地区战损的武器 被运抵这个方向 另外西方北约的一些军事装备也运抵这个工厂 俄罗斯呢 昨天发动了空中打击 使用了战略轰炸机 发射巡航导弹 打击了这家工厂 具体的坐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打击现场的画面啊 这是工厂的卫星图 打击现场 这是打击以后啊 这乌克兰媒体拍摄的现场的画面 整个工厂被完全摧毁啊 可以看整个工厂完全摧毁 所以说俄军呢还对 地利伯河对岸啊 卡布卡水库对面的这个乌军阵地发动了空袭 所以昨天夜间呢 俄军大股目的空袭了啊 沿地利伯河沿线 乌军目标 在奥德萨苏梅地区呢 也发生了大股的空袭 那昨天俄军的空袭呢 主要是针对啊 乌军对地利伯河方向的这个突击行动啊 昨天乌军呢 越过了地利伯河 在赫尔松方向啊 企图登陆啊 这是昨天呢 乌军呢 企图登陆的一个态势图 昨天呢 主要是在赫尔松南部地区 俄乌双方发生了大股目的炮战 那早晨呢 赫尔松地区的戈莱普里斯坦地区 乌军呢 出动啊 四艘快艇 每艘艇十人 约四十人 企图沿赫尔松南下 在戈莱普里地区登陆 戈莱普里在这 戈莱普里斯坦 在这个方向登陆 因为现在这个下游 全部被洪水冲刷啊 所以乌军呢 可以通过这个水上快艇 快速的越过俄军 过去埋设的一个雷区 可以进入到对岸 所以四艘快艇 四十人 那四十 四十人的特种部队呢 在普拉格里啊 有一艘船被俄军击沉 其余三艘船呢 立刻撤离 返回赫尔松 那现在呢 在卡夫卡水库大坝啊 沿岸地区 包括赫尔松 整个室内 也遭到俄军大规模的空袭 昨天俄军呢 使用了远程火炮 主要对乌军啊 他的几个兵力集击点 进行了炮击 因为俄军也担心 乌军呢 在赫尔松南部地区啊 进行大规模的登陆 所以发现乌军有集结行动 有人员装备的集结 立刻使用火炮 进行攻击 乌军呢 也进行了反击 昨天乌军呢 对 蒂尼伯和盐啊 俄军的 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村庄 进行了炮击 炮击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啊 主要是沿卡花水库大坝 附近的几个村庄 造成一名半岁儿童死亡 当地的有居民楼啊 受伤 居民楼被乌军的炮弹击中 可以看啊 所以现在乌军和俄军呢 沿整个赫尔松啊 蒂尼伯河沿岸 进行大规模炮击 乌军呢 现在在 安多诺夫大桥 这个方向呢 也开始集结 俄军呢 发现乌军的一个 连击战斗单位 集中在了安多诺夫大桥 对面的一家旅馆 随后俄军出动啊 火炮 对这个旅馆进行了空袭 成功的啊 这个炸毁了当地的 乌军基地 所以在安多诺夫大桥这个附近啊 乌军也企图越过地墨河 最后被俄军摧毁 这是俄军炮击以后的画面 这家旅馆呢 实际上就变成了乌军的一个军事集结点啊 所以现在在安多诺夫大桥 卡巴水库大坝 整个附近呢 是双方激烈交火的一个地区 现在呢 俄军判断乌军呢 他正在利用啊 这个水库大坝被冲回以后啊 他的下游 可以使用小艇快速的登陆啊 企图越过地墨河 但是俄军呢 现在判断乌军没有重型装备 所以呢 即使有40人啊 或者百人的力量越过地墨河 对俄军威胁仍然很小 因为乌军一大规模的计划部队啊 要越过地墨河 特别从赫尔松南部地区 他要等这个洪水退去以后啊 等这个水水啊 过去以后 他这个河床干壳啊 干壳以后 整个河床变得结实 坚硬以后 他才能使用大规模的部队 越过地墨河 因为现在如果渡河的话啊 这个大规模的计划部队 很有可能会陷入这个泥潭 所以很难渡河 所以都是小艇 所以俄军在赫尔松方向 并不担心乌军大规模的登陆 登陆行动 那整个河水退去以后啊 河床干枯 他需要一定时间 这段时间呢 就给俄军在赫尔松南部地区 重新布雷 重新加强防御 建立防御阵线 停用了时间 俄军现在最担心的是 卡护卡水库大坝这块 因为这个卡护卡水库 他现在已经干涸了 这个大坝被摧毁以后啊 整个水位下降 水库大坝现在已经干涸 那洪水过后呢 乌军很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水库大坝 水库干涸通过地面 通过这个水库 地面越过卡护卡护卡水库 然后呢 进入到 定义波河的队岸 所以现在俄军主要防御的 还是在这个大坝这个方向 那么现在乌军呢 现在主要呢 在定义波河方向啊 集结的中心呢 一个是尼古拉耶夫 一个就是 克里沃罗格 昨天攻击的西方主要援助的 卡夫巴斯这个方向的军工厂 除了有北约的这个军事装备抵达以外 另外还有乌军的无人机 无人机的生产线在这个方向 昨天呢 乌军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对克里面亚进行了空袭 大家看 昨天呢 克里面亚方向啊 又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乌军呢 是从15号晚间发射了 11架无人机 但是 半官方的媒体报道是9架 但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呢 发现是11架 这有出路 11架我觉得是正常的 一般的乌军发射不会少于10架 特别是像昨天夜间这个大规模空袭行动 那晚间呢 发射了9架 没有造成这个人员受伤 那其中呢 俄军发现呢 有一架在新沃尔泽尔 4架呢 在科托弗斯基 6架被电子压制 是在 顿泽拉夫湖 顿泽拉夫湖这个附近 那主要还是集中在 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西部地区 这个方向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突出部 也就是桑德角 这个方向 俄军呢 从这个方向部署了大量的防空武器 另外还有电子战武器 有6架被直击 成功压制 有5架呢 被克里米亚的国防军防空部队击落 所以昨天的攻击呢 可以看到俄军在整个克里米亚半岛这个防空 对无人机的防空 非常严密 那昨天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克里米亚的基础设施 那半岛的防空电子战人员表示 乌军发射了11枚无人机 俄军呢 能有效的进行防御 未来两周 对克里米亚的袭击力度极有可能增大 昨天呢 俄军在黑海北部地区 发现北约正在进行中的空中防御者2023演习的军机 演习呢 是对俄罗斯领土附近侦察和挑选最方便的掩护 北约侦察机出动一架美军的B-1B轰炸机 也出现在罗马尼亚方向 他是从罗马尼亚机场起飞 在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短暂访问 停留约三个小时 这个B-1B呢 在黑海上空进行了巡航 随后离开黑海 那么晚间呢 乌军就发动了无人机的打击 所以现在俄军判断呢 不排除未来在克里米亚方向 乌军会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配合在赫尔松方向的这个登陆站 那么昨天呢 在扎波罗核电站啊 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总干事格罗西啊 也抵达了扎波罗核电站 那么现在来看呢 扎波罗核电站呢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呢 都十分关注啊 这个核电站的安全 另外国际社会也对核电站的安全啊 十分关注 所以在尼克波尔方向 未来不排除乌军会有登陆行动啊 就利用国际社会对这个 扎波罗核电站的关注啊 特别是啊 这个扎波罗核下游这个大坝啊 下游大坝被摧毁 扎波罗水位变化 它会发动突然袭击 越过扎波罗核啊 强攻扎波罗核电站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军在扎波罗核电站附近 整个的防御也在加强 那从整个的赫尔松方向的情况来看 以及克里米亚方向来看 俄军呢 判断乌军现在呢 在奥德萨方向发动无人机袭击 其实也是在测试俄军在克里米亚方向的 整个的防空系统的最新的一个情况 因为俄军在克里米亚方向啊 它部署是机动性的防空阵地 所以北约部队啊 包括乌军也要测试俄军新的防空网 那么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发射一批无人机 对俄军阵地进行测试 那这次测试呢 也预示着在赫尔松正面 特别是在赫尔松南部地区 乌军的这个登陆行动很快就开始 但是乌军的重型装备啊 大规模的计划登陆 很有可能会在北部的卡普卡水库大坝这个方向 在卡普卡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最后还是要攻占卡普卡市 那么从水库大坝啊 重型装备从这个大坝这个方向越过 进入到俄战区 一部分呢很有可能会北上攻击 扎布洛核核电站 另一部分呢会进入M14公路 进攻没的土本 那就与奥利霍正面的乌军 会有一个整体的配合 所以未来呢 扎布洛和赫尔松方向 以及克里米亚北部地区 会成为一个新的战区 现在俄罗斯方面发现呢 乌军在尼克波尔方向 这个特种部队的集结 人数在增加 另外乌军呢 在这个方向也集结了大量的西方的这个快艇 所以不排除呢 未来一段时间呢 乌军会发动对扎布洛核电站的攻击 俄军也做好了准备 那么现在俄军在整个的低尼泊河沿线 主要是发现乌军有大规模的集结 装备抵达 立刻就摧毁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最近对赫尔松州 地坡和沿岸的一些城市 包括乌军的一些集结点 进行大规模炮击 另外呢 对尼古拉耶夫 奥德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 主要是摧毁西方 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装备 这是今天的扎布洛方向 以克里米亚方向 赫尔松方向最新的消息 后期有更多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